有说过昨天的走势就是高开低走 也看到是否去到差不多的反弹动力 始终也有限 还有本身大家都等着北水 昨天又回来 究竟是来捞货还是再沽货 谁知道就是再沽货 当然也有些股份吸引到他们的 但是整体来说是正流出 怎么看现在港股的市况 始终大跌完之后的反弹力 导致也不是大家想象很厉害 当然其实港股一直以来都比美股好 或者其他部市都比较弱 我想港股自己面对的问题都比较多 因为美股那边可能只是看 手不手水这些等等的因素 但是港股除了这些因素以外 也会看监管的 或者刚才一开始恒大那些问题 这些因素就令到港股的反应会比较差 所以为什么你说它不是没有弹 不过弹的力度上就永远都比较差 其实暂时整个港股走势 都和我们上星期说有点相似 就是一来都会觉得有机会 整体方向当然继续找低位 整个trend其实没有变过 但是问题就是 跌到这样一刻 有两个反弹是有的 因为上星期也说短期 如果你看到技术片上计算 虽然7、8、9月一个浪低一个浪 一个低位低一个低位 但是9,9月1日是不断背驰 到这一刻仍然有点低背驰 所以技术反弹是有机会有的 但是一样也是那句 就是不要觉得这些反弹是一个转势 又或者是否等于很放心 可以买很多东西 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些 短线的白反弹上落 但是一旦跌穿近期的底 其实就绝大部分股份 都可能先撤一次 然后再等那时真的稳定一点 那你才慢慢做一些中线部署 因为如果刚才上星期也说过 整个trend 如果真的这样下落 因为现在的100天线 其实已经跌穿250天线了 其实已经是慢慢认成了 上星期说的那些倒序牌的一个因素 我觉得就向下都仍然维持 2万3边左右 2万3千1这些位置 当然去到那些位置 是不是一定很大的支持呢 这个真的要继续看着事态的发展 但是问题就是暂时看着那些位置 我觉得会相对比较安全一点 就不要完全因为这一两天的反弹 等于就觉得整个市场脱陷 我觉得暂时在港股方面来计 都是比较是继续审慎为主 只是会有反弹 但是不是一个转世的情况 啊真俩 最后整个事 曼开 一费 一费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